之前看到那么多家长哭着喊叫尽调游戏 我就觉得不过是个个人爱好问题 不适于这样吧 更何况国产游戏黑神话 还刚刚获得了英国金腰杆奖的提名 狠狠文化输出了一波 难道我们不应该更理性地看待电子游戏吗 但是看到大家反对金星的言论之后 我醒悟了 我才发现原来游戏也早就被贴上政治标签了 我之前还以为黑神话 是因为好玩才获得金腰杆提名的 但是看了金腰杆投票页面的国家选项 我就突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怪不得外国人都爱玩了 事出有因 而且他们之前做的游戏 还获得了美国苹果公司的推荐 原来早就获得老美认证了 我是黑猴粉丝 我也支持封杀黑猴 这马楼绝对拿钱办事了 所以对于游戏这个东西 一定要防卫独前 弄到像西方一样严重 就击中难反了 知道为啥国外枪击案那么多吗 不就是游戏玩多了吗 这可是咱们是游戏玩家最喜欢的特朗普说的 可一定要支持你川普爸爸封杀游戏哦 我已经开始害怕游戏这股央风 会在某一天来祸害我们的社会了 之前不是有个小孩玩吃鸡跳楼了吗 金星再怎么行也没教人跳楼啊 而且游戏圈子还特别的乱 大家知道生化母体这个梗吗 就是有个游戏陪玩线下乱搞 把姓冰传给了好多其他玩家 本来我很尊重游戏圈的 但就像这个世界就太过了 孔宅了家人们 而且我发现啊就二次元ACG里 除了这个G啊 ACE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二次元大阪营日本 竟然有人跟初音未来结婚了 那初音未来啊 可是私底下ACG都来的 那边甚至还在争取和纸片人结婚的权利 如果都去和纸片人结婚了 那谁来生孩子呀 本来生育率结婚率就低 怎么可以到处宣传二次元呢 而且纸片人婚姻如果合法化 二次元的生育权要不要保障 只能通过代孕合法化 那下一步是不是卖银器官买卖 黄赌毒都要合法化 而且二次元里男不男女不女的太多了 甚至已经开始影响未成年人了 你看看漫展里的男厕所 当一个国家男人不像男人 女人不像女人 这个国家一定会陷入一种千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千万不要让二次元抬头 这种一旦翻蜡那就真的完蛋了 可是这么多危害 这些二次元竟然还敢公开办漫展 肯定百分之一千收境外钱了 所以二次元这种博来品真不能宣传 不支持不反对不歧视不提倡 我建议以后动漫游戏全面下架 漫展游戏展全都取消 二次元喜提金星同款待遇 谁支持谁反对 支持谁反对金星那些人 可一定也得反对二次元的 虽然二次元不能宣传 但我们也没抵制 其实我们已经够包容了 虽然你玩游戏要被送去电击治疗 虽然你玩cos要被又打又骂 但这也不影响你上学工作呀 让你活着就已经够包容了 二次元这种小群体啊 你自己圈地自蒙得了 还网络游行到处宣传发声 到底是想要评权还是想要特权呢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二次元 成为意识形态武器 二次元可以尊重可以包容 但不该纵容其推展成为主流价值 难道一定要所有人都像你们二次元一样 男不男女不女吗 一定要所有人都宅在家里打游戏吗 一定要所有人都去跟纸片人结婚吗 请大家以后遇到任何二次元的内容啊 多多举报多多投诉 男子汉门站出来守护家园 跟你们的二次元老婆划庆界线吧 山村党照报诊砸手办 以后除了喜迎三代以外啊 任何人事务都不可以公开宣传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大家觉得游戏和金星 到底谁危害更大呢 或者说啊 就他们到底有没有危害呢 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 那喜欢视频表演观察联 我是文艺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